你 宋萍 你睡醒了 来 先喝杯水吧 我去做早饭 马上就好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就到我这里睡了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没有女人照顾过就是不行 你干嘛这么看我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人照顾啊 那天晚上我在你家附近 看到安秀妍被赶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 她一定是被赶出来的呢 说不定她是突然间 有什么急事才出去呢 我看她拿着行李啊 其实你早就知道 安秀妍会被我赶出家门 但你那天看到她以后 又不太确定 于是呢 你就叫你那个小燕 打电话去我家 想再次确认一下 你这个人这么聪明 麻烦你下次再打 那些试探电话的时候 记得换一部电话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技术叫做 来电显示你应该知道 我去做早饭了 那些照片也是你干的吧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松平 江浩然和安秀妍她们是有预谋的 我怀疑这里面是个骗局 这个骗局主谋就是李美芝 那个女人啊 她明明知道你爱的人是我 故意让江浩然勾引我 然后再让安秀妍去勾引你 你到现在还想再扯一个无辜的人进来吗 真的 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你想 她们两个人分别接近你和我 这能受偶然吗 那个女人为了拆散我们 故意雇两个骗子来布这个局 还有那个安秀妍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 她窃取你的商业情报出卖给李美芝 还背着你和江浩然 你给我住口啊 如果安秀妍和李美芝串通一气的话 现在天马集团早就是李美芝的了 什么 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这个人永远都只会自作聪明 永远只会陷害别人 你这个人永远少女 我都没对不起 她们把逗逗的药给停 不是有杨大夫担保的吗 担保也有个限度 你怎么办 你们那边是不是请人啊 我想打两份工 这样子我就可以多赚点钱了 秀妍 你 我怎么了 到底是不是请人啊 歌厅的工作很麻烦的修业 根本不适合你这样的修业 我是听说 你们那边当女服务员的 收入挺高的 再高跟你也没关系 你说喝醉酒的客人纠缠你怎么办 就你这脾气 不得你被老板炒肉鱼啊 再说了 逗逗呢 且不说逗逗 安然呢 安然知道你在歌厅里做事 他怎么想 现在这个时候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的 就算他觉得丢人不认我这个妈也信 秀妍 你不要说这样的人 车到山前必有路 对吧 虽然我们现在 生活局不会的 但是秀妍 只要我 你不认识我 是 行了 就在这儿干吧 谢谢老板娘 谢 谢谢啊 干吗 救援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豆豆不远死 阿然不能退训 你说 救援